关注美国大选投票登场 目前部分州开票结果 陆陆续续出炉 白宫周围也升高警戒 防止选后可能发生的动乱 现场详细情形连线给 华氏特约美国之音 白宫记者黄耀义 来看来自美国白宫最新报道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白宫外面围起了许多的围墙 还有铁栅栏 那么整个栅栏呢 是围了这个外面的拉法越公园 也全部都围了起来 那么附近的好几个路口呢 也都有警车在把守 那么呢就在刚才 这其实也看到有警方 逮捕了两名的这个民众 那不过不知道是 以什么样子的这个原因 还有理由来逮捕他们 那么呢我们可以听到 我的身后也有这个直升机的声音 那么刚才也是在 民众在抗议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不知道是 警方的直升机呢 就在上面盘旋 而且呢还飞得蛮低的 那么有些民众呢 就表达了不满 不过呢目前我们看起来 这个整个在这个 黑人的命也生命的广场上的抗议活动呢 还是十分的平和 同时我们当然也看到了 有各种不同的诉求 包括也有民众 挥舞着这个象征的 同志平权的彩虹旗 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 这个白宫附近都围了起来的时候呢 很多的宾客 因为在晚上的时候 接受白宫的派对的邀请 要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得在围墙的外面 由特勤局的这个干员呢 为他们来换证件 那么就在我刚进来白宫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白宫的行政大楼 艾森豪行政大楼呢 一个窗户里面看到了有一群人 穿着这个衣服 穿着西装啊 穿着很漂亮 那我就注意着看呢 似乎是这个川普总统的 竞选阵营的人 那么他们就在个 在这个艾森豪行政大楼当中呢 是在观看这个选情 然后进来之后呢 我们也知道白宫宣布说 应该特朗普总统呢 晚上就会来举办 在东厅的这个选情职业的派对 那么有可能他就会在派对上 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说 我们把现场交给主播 请不吝点赞好